穆里奇是恒大球迷,心中一个美好的记忆,他在恒大的几年间,为球队立下了太多太多的功劳,可以说他是恒大的队史传奇,是恒大的一个标志性人物,恒大期间的巴西猎豹,霸气十足,进球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,不过再强的猎豹也敌不过时间,因为状态的原因,如今的穆里奇境况窘迫,颇让人心酸,境况落魄,离开恒大之后的穆里奇, 曾先后辗转多国联赛,而如今则是沦落到巴甲赛场,值得一提的是,曾是天体之王的孔甲,目前也在巴甲,只不过穆里奇所在的是瓦斯科达加马,而孔卡则在弗拉门戈,但是这两人的境况非常相似,都不容易获得出场机会,孔卡是因为之前的伤病,而穆里奇,则是因为状态与伤病的双重打击,如今31的他,甚至在球队连主力替补, 也打不上,进入比赛大名单,都是一种奢望,希望之星,作为曾经的恒大神风,穆里奇的职业生涯,曾有多段高光,1986年出生的,巴西猎豹本名叫吉利尔梅,少年时期的他,早早展露出自己的足球天赋,曾三次被选入巴西国情队,并被足协评为,巴西的希望之星, 因此,当地的人们对他寄予厚望,希望他能够给这一地方,带来足够的荣耀,起先穆里奇,在巴西的丁级联赛,球队马杜雷拉贡献自己的足球艺术,之后又来到了巴甲的瓦斯科达加马,雄鹰起飞不过,那几年的穆里奇,并没有发挥出太出色的表现,所以出场机会不多,但是金子终究是要发光的, 时间到了2009年,穆里奇来到了一个叫做阿瓦一的球队,在这里,穆里奇任意挥洒着自己的足球天赋,一个赛季下来,在31次出场的情况下,他留下了9球12助攻的完美数据,而当赛季的他甚至在助攻榜上排名第二,在阿瓦一的完美表现成了他的投名状,2010年,穆里奇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巴甲豪门米内罗竞技,当时他与球, 球队的前锋,塔尔德利配合得非常默契,二人在巴甲赛场上大杀四方,八场比赛,穆里奇就狂轰五球,而他出色的表现,也帮助球队,夺得了当赛季的米纳斯州冠军,走上巅峰穆里奇出色的表现,引起了恒大的注意,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,在2010年6月30日,巴西猎豹正式登陆恒大,加盟的第一个赛季,穆里奇就打入了13例宝贵的进球, 帮助恒大成功升入中超,而到了中国足球的顶级联赛上,穆里奇表现依然不含糊,2011年的4月17日,穆里奇对阵国安时,打入了他在中超赛场上的第一例进球,此后的剧情就很熟悉了,穆里奇在中超,开启了杀神模式,虽然当赛季停赛四轮, 但是巴西猎豹还是凭借着强势的表现,获得了中超联赛的精靴,之后的几个赛季中,无论是中超赛场还是亚冠赛场上,穆里奇都没有让我们失望,在让我们欣赏美丽足球的同时,还频频用进球,延续着恒大的冠军征途,亚冠最佳射手,中超最佳射手便是对他最好的肯定, 足球梦仍在延续天下,没有不散的宴席,穆里奇终究还是离开了恒大,他起先是跑到了西亚联赛,加盟了卡塔尔的萨德队,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球队的阵中,还有梅西的前队友,哈维,据说二人配合得不错,离开西亚后,穆里奇又加盟了,联赛的一支球队,不过没待太久,而如今,巴西猎豹已然身在巴甲,不过境况不佳,但是相信穆里奇不坏, 放弃他的足球梦,他会一直走下去。